港府在1969年颁布了一项遗产法例 内容是说如果一个人死了 而他生前又没有立效遗诅 那么他的妻子是可以最得限度 承受他丈夫一半的私人财产 而死者的儿女不论是儿子还是女 都可以平均承受死者个人其余的一半遗产 这条新法案目的是注重男女平等 但是当时基于一些华人传统的观念 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本港在1992年今日 扑获历来最大宗的海上走私案 百多个警员在那朝两点几钟 包围沙几湾避风塘 先后在八艘渔船三艘机动搏艇 和三架客货车里面 找出大笔的电视机 分底式冷气机和其他电器 总值达到4千万港元 香港滑浪风帆运动员李丽山 1996年今日 为香港奪得历来第一面奥运会金牌 全港市民都仁以为傲 李丽山海船返港当日 当局组织大规模的欢迎和庆祝活动 2008年7月29日 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姜曾伟 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本港 签署内地及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即是SIPA第五份补充协议 进一步放宽本港17个服务领域 到内地的经营条件 以先行先市的形式 重点在广东推行一系列开放和便利化的措施 深化粤港经贸合作 材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